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YES哥,有问题就找YES哥 欢迎大家来到YESTV,在这里呢,我将跟大家一起探讨移民美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当然了,我们也会探讨在中国的各种各样的问题 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喜欢 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谈一谈这个移民地点的选择这样的一个问题 而且呢,要结合到这个最新的这个非洲蝗虫这个灾害 我们来谈一谈选择移民地点的重要性 很多朋友都在谈这个到底移到哪儿的问题,对吧 实际上呢,有时候啊,这个取决于这个时间 如果说这个时间从容的话 大家当然都喜欢选择更好的地方 但是呢,如果时间比较紧张的话 可能就会退而求其次,选择一个更容易实现的一个地方 对吧,或者呢,你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第三国当做跳板 然后呢,再跳到这个自己心仪的国家 这个都是可以的 但是呢,我今天呢,要结合这个非洲蝗虫这样的一个事情 跟大家谈一谈,选择移民地点,实际上有时候非常的重要 包括你选择第三国,对吧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最新的这个疫情报告 呃,全国确诊人数呢,还是一千多人啊,新增啊 达到了七万多,然后呢,一次是加了一千多一点 啊,死亡呢,接近两千人了 按照这个官方的说法 总而言之呢,按照这个官方的这个素质呢 呃,整个的是去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啊 这个是一个好的事情啊,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他的这个真实性怎么样 但是呢,从这个态势上来看啊,希望他真的能够控制住吧 要不然的话这个呃,死亡的老百姓实在太多了 实际上搞来搞去受伤害的都是老百姓嘛 啊,希望老百姓真的能够少受一点这种灾难吧 啊,这个中国人的灾难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好,刚好刚刚说到这个在国内啊 这个疫情受到了控制 哎,反而在这个世界范围内 呃,这个形成的这个爆发之势啊 大家看这个呃,日本的这样的一个确诊的这样的一个图示啊 啊,在国内大概累计确诊的到截止到2月16日 确诊的56人啊,那个钻石公主号上面确诊的355人 当然每天他确诊人数都是几十几十 所以呢,好像现在已经达到400多了啊 然后呢,这个日本国内的首次出现的这个院内感染 就是医院以内感染,就是有医护人员也被确诊了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嗯 然后呢,也出现了首例感染新冠肺炎的这个 这个患者死亡病例 所以呢,在日本真的是 这个趋势不是特别好啊,现在 然后呢,这个这张图更清楚的展示了在日本 大概这样的一个感染的人数啊 呃,尤其是在东京,你看都有十几人了 然后那个在那个船上呢,有那个检疫官也感染了医人 所以大家可以想见这个,呃,还有那个从武汉撤回来那个飞机上的12个人 所以这个是截止到2月16日 呃,大家可以想见这个人数实在是太恐怖了啊 呃,日本应该说他这个整个医疗体系 至少我觉得比中国要好 希望他们能够做好准备啊,不要像中国那样 但是呢,WTO,WTO,WTO呢 专家,呃,还称呢,这个全球都在担心日本这个疫情的这个蔓延 呃,因为他这个去于一个爆发期嘛 所以呢,大家都比较担心啊 当然我们也希望日本能够尽快的控制住 否则的话,后面的这个连奥运会可能都受到影响了啊 因为奥运会大概7月份就开始了,对吧 呃,之前说试言试言淡淡的说这个奥运会一定不会取消 呃,如果说这个蔓延之势 就是没有这个控制住的话 那后面就很难说了 我们也希望这个日本真的能够控制住 毕竟很多朋友的这个移民目标里面啊 这个日本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因为我之前也一直觉得 啊,就是说如果你啊 就是不想移到这个 或者说你觉得条件不太允许的话 不能够移到这个什么美澳加这些国家的话 啊,日本其实也是一个考虑的 啊,尤其是对于年轻的人啊 年轻人去日本实际上这个发展前途非常大 日本本身是一个老年社会嘛 如果年轻人在那里啊,你 基本上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形式 你能够待满五年 你在日本拿个永居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 我有一个亲戚呢 最近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到日本去发展啊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啊 希望一切顺利吧 所以日本对年轻人来说 还是真的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日本的整个国民的素质 也比大陆要好很多啊 然后呢,这个是啊 日本的一个电视台 他这个估算的这样的一个感染模型啊 就是如果说在感染到第4日的时候 有30人感染的话 到第6日他可能就会传到700人 到第10日可能就会到12万人 那这个实在是太恐怖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啊 因为因为好像是说有一个啊 有一个人是乘满人的电车啊 他就是从这个呃 就相当于说乘那个公公交车开始啊 那计算好像日本现在有一个人 是在做开迪士的司机 他感染了 然后那这样的话 这个这个范围就很大了 就是一个人的活动范围越大 他这个呃受影响的人 就会越来越多 所以这个实在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啊 啊 那么除了日本以外呢 其他国家也不断的受到影响 你看这个从新加坡到啊 英国的 也就是一个人 他好像传到了至少11个人啊 啊 这个都非常恐怖 也就是现在有专家说这个啊 在 Outside China 就是在中国大陆以外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爆发 可能才刚刚开始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涉及到 我们怎么去选择一些国家的问题 对吧 呃 当然了这个这个影响 希望他们能够控制住吧 也就是实际上大家在啊 选择这个移民地的时候 大家不妨通过这个事情啊 来看一看哪些国家控制的更好一些 或者说他们这个应对更得力一些 呃反应性更迅速一些 这个呃怎么说呢 至至少我觉得应该从这个医疗资源 这一块啊进行这个评估吧 大家可以应该可以评估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哪些地方好 对吧 然后呢另外一个事呢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非洲蝗虫啊 就这么小小的虫子啊 据说 嘿 网上流传说有有有有的蝗虫有这么大啊 非洲蝗虫 后来我查了一下好像这个不是非洲蝗虫 这可能是另外一种啊 超大品种的啊 如果这种品种那实在太可怕了 你看这个大概有一个人的手那么长 那几乎就是相当于说有20公分那么长了 实在是太大了 对吧 好在这个非洲蝗虫没那么大啊 没那么大 但是呢 他数量太多了 他从非洲开始啊 你看这个漫天的这个蝗虫啊 不断的飞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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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好像据说现在已经飞到了印度大陆了啊飞到印度大陆了 呃为了更好的理解他的这样的一个整个路径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这个这个地图上展示这个红点对应的就是这个非洲蝗虫 他从呃非洲的东北部这一块开始啊 东北部这一块开始 然后呢 浑穿过中东以后啊 他到达了印度大陆这一块啊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呃 整个的迁径路径啊 这个跨越的这个这个这个路径呢 非常非常的大啊 当然啊 中东那一块呢 因为他是一个沙漠地带嘛 可能非洲蝗虫没什么吃的啊 所以他兴趣的掠过了啊 反正这个非洲蝗虫呢 他所到之处啊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龙作物都要吃光啊 4000一只啊 啊 虽然那个体型没有刚才我们图片展示的那么大啊 但是呢 他这个数量太多了 而且呢 他在不停的在繁殖啊 啊 已经到达了印度这一块 然后呢 据说啊 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新疆啊 但是也有人说这个新疆现在这个呃 季节啊 应该是又冷又没什么吃的啊 这个蝗虫是不是要吃土 搞不清楚啊 现在这个很有可能 他如果跨过了这个新疆这样的一个区域的话 那下一步可能就要飞到这个中国大陆的中部这一块 那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如果说在国内新冠肺炎的这个影响 再加上这个蝗虫灾害的影响 那这个龙作物的影响实在实在太大了 对吧 那大家很有可能后面又真的要出现这种继续饿肚子 这样的一个情况了 本身来说 现在这个新冠肺炎导致很多地方这个停工啊 农村也疯了嘛 那那相当于所有的农作物啊 各方面也受影响 再加上这个蝗虫灾害的影响 那后面这个农作物这个减收肯定是可以预期的 对吧 那这个后面就很麻烦了 当然了我展示上地图 另外一个呢就想跟大家展示一下 你看看在这个世界范围里面的这个灾害影响了哪样的一些国家 对吧 也就相当于说如果说你想移民到另外一个国家的话 你实际上首先要考虑到这个移民地点的问题 就是一定要慎重 对吧 你包括第三国怎么去选 对吧 如果说你日期到这个国家 它也存在一些这个问题啊 不管是天灾还是人祸吧 啊 那么还是一定要慎重 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第三国跳板啊 跳到更好的地方去 作为一个临时的选择 如果说你想选择一个呃 终极的这样的一个移民地点的话 就是一定要慎重啊 呃 如果说你你从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火坑 对吧 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对吧 呃 而且呢现在这个非洲蝗虫肆略啊 可能很多国家可能都受到一些影响啊 好在这个东南亚那一块似乎现在还好 所以大家呃 目前来说从东南亚作为跳板的话还算是可以 当然也有说从非洲作为跳板也可以啊 在非洲拿工签 然后呢 呃 相当于说拿一个护照嘛 因为据说现在很多地方我不是之前也说了吗 护照停办了 但是呢如果说你是到海外去工作的 是似乎还可以办到护照啊 那倒是可以在非洲或者是哪个地方啊 申请一个工作邀请函 然后呢你说我要办一个工签啊 这个倒是可以作为办护照的一个借口 对吧 然后你去了当做一个跳板倒是可以的 但是呢如果要选择终极移民地的话 一定一定要慎重啊 也就是说我个人觉得呀一个系统或者一个国家 呃 它的这个很有可能会遇到各种天灾 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但是呢如果说人祸太多了 这个天灾再叠加在一起那就比较麻烦了对吧 所以呢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也是评估一个移民地的 是否可疑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看到这一个地方 哎 它既是有天灾但是它迅速的恢复了 对不对 它对不对 那我觉得就是这个系统就是一个自我修复的系统 如果说它这个天灾再叠加人祸啊 那就是灾上加灾 那显然这个就不值得我们去移民选择了对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慎重啊 尽量避免从一个火坑跳到另外一个火坑啊 这是关于这个移民这一块大家需要慎重选择的一个问题吧 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参考啊 好今天的视频我们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点赞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的支持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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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